大家好 今天天津预报是有下雨 好像已经开始下起来了 估计我这个视频做不完就要到谁内去了 尽量争取奖吧 昨天那个视频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挪威房地产 16万美金能买什么样的房子 其实离克里森山最南边的这个城市 就是坐火车的话 就是40分钟的车程 坐公交车不是太方便 也就是说离这个城市大概出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的 这样距离的这种小城镇的房子的话 就是这样的价格 整个这个南部的房子 就在挪威来说是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挪威好像挺喜欢冷的 反而像奥斯陆啊 像那个往北走 那边有房子特别特别贵 所以我是在这里想啊 就是说作为一个B plan 就是作为一个度假屋也好 作为一个万一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有个后路也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是由于有这个农场 也有那个我自己有一个小岛 所以我个人呢是不需要 但是昨天跟奔驰老师商量的话 他其实也蛮动心的 说不定我自己也会把它买下来 OK 好 那么今天讲今天的正题啊 今天还是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那个话题呢还是在等一等啊 就是昨天把这个台湾一位老兄啊 给我发了个视频 讲到中国的教育要改革了啊 这个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值得做一个视频啊 就是说9月1号开始 叫秋季入学新规啊 这个新规啊 他首先是这个教材啊 全部是翻新了啊 要全部用新教材 那个新教材有什么改变呢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啊 但是呢 这位朋友啊 这个这位博主吧 他举了几个例子啊 我觉得值得拿出来讲一讲啊 一个就是除开体育课以外 还增加了健康课 OK 呃 我们知道这个体育课在中国就是玩啊 对小朋友来说 我是很喜欢体育课 因为体育课可以踢足球打篮球 可以到草场上去跑步啊 好像是下雨了不行了 要要进去了 OK 只能做一半啊 再接下来在里面去做 好我们换到室内来说啊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 这个讲上这段话 这是我昨天买的啊 一个人也要把生活过得精致一些啊 那么就是体育课啊 我们以前都很喜欢啊 那么现在加了一个健康课 健康课是这个文明国家的一个象征啊 比如说在日本就有健康课啊 这个健康课就会跟学生讲这个绳子气啊 讲这个男女之间的一些性卫生啊 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在中国教育里面没有的 我是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大学的时候 看了一本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解放以前的这种 这种这种叫健康教材 才知道这个男女之间的器官的区别啊 这个女性还会有这个那个还会有这个月经还会有 那是很晚了都都都二十好几岁了 对吧 所以对这个性方面是一点都不知道啊 想起一些事情觉得觉得好笑 那但是不能在这个讲啊 呃 据说是啊 这个体育课超过了英语课 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啊 应该说是 就是说这个江志明的这个首领啊 我觉得江志明对中国人民啊 危害最大的就是医疗改革 跟着教育改革 叫做医疗教育产业化 这个是使得全中国人民一切朝前看 已经所有的职业道德啊 什么理想都没有了啊 就是金钱 就是就是至上 所以导致了中国的这个整个道德伦理的败坏 OK 所以这个学英语当时是成逢从小学去开始 学英语的这个结果就是从阳面外 从阳面外 澳大利亚有一位这个教授啊 就是提倡从小学开始 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要学中文 为什么 因为他就预期到中国家呢 会统治全世界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这是他写的一本书啊 非常有名啊 所以你事实上在学别人的语言的话 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像低人一等 这也就是我在这个挪威啊 我一旦跟这个人讲英语 这个挪威人家觉得自己好像低了一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他的母语 他的英语讲不过我 所以他就觉得有点害羞啊 往往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西班牙人他就是那么牛 你到西班牙去是no english 所以不管是银行也好 西班牙语 法规也有点 也有点这样子的啊 所以呢 这个学英语 一个是国际化啊 这是一方面的好处 另一方面也确实是 使得中国人有些 宠要没外啊 所以他是从根本身要改变这个 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他做改变的企图 OK 或者他的这种想法吧 啊 第三他加了一个劳动课 哎呀这个我真是要称之为快 我真的觉得加劳动课是真的应该的 就是你在学校里要学这个 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啊 这个烧饭啊 这个一般的劳动啊 手做工 这个呢 我觉得在日本的教育中间也是有的 从诱元开始 从诱元开始 小朋友就有用自己的手做东西 这样的课程 就是有一什么锤子钉子 墨板子什么东西啊 很多东西 小朋友你自己拿着锤子去 去做个什么东西出来 而且每一个学生还有一个 有一个活动 就是这个父亲带的孩子一起 要做一样东西出来 好像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内 父亲跟儿子 父亲跟女儿两个人一起合作 要做一件东西出来 最后评比 这个还是蛮厉害啊 他就是刀子锯子什么东西 他就不怕小孩伤了手 那没有这一套 所以从小到训练这个孩子们 有这个动手的能力 或者是有动手的习惯 这是我们中国人从这个 江泽民时代的这个教育改革以后的 缺乏的 中国的孩子们真的是动手能力极其差 到外国留学呢 带着母亲 所以只有中国 全世界只有中国 有一个陪读业务 有一个陪读经济 或者是陪读市场 你到这个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你光陪读妈妈们 你可以帮她做一段生意来做 OK 为他们做潮事 为他们安排这个住啊 为他们什么 整个一场的服务 就陪读业务 这些妈妈们也是 借着陪读之名啊 就可以到国外去 就躲避她的丈夫啊 所以中国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是很差的 还有就是旅行 你看那个韩国孩子 哦 那一年我在那个南美 在路上放到好几个 都是18 90 20 岁左右 这种韩国小姑娘 一个人的姑娘啊 最年轻的只有一个 只有18岁 有一个跟我一个星期 两个人住在一起 就是像个父亲 带着个女儿一样啊 都两个一个星期 那个女孩子只有21岁 在美国读大学的 他们的独立性都很强 还有日本的女孩子 或者年轻人 我没有见到过一个中国 哪怕是男孩子 一个人女性的 一个都没有 连老阿姨 那老叔叔 都是成堆 一去就是四五个人 七八个人 一堆一堆都是中国人 中国都是成堆 他没有这个个人的 这样行动的能力 就像我这样的那个开的车 全世界欧洲游的华人 我想也不是很多啊 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动手能力 中国人的这个 整个这个独立性 是比较差的 我觉得这个 设这个劳动课呢 至少从观念上 让小孩子啊 理解 让小孩子认识到 要自己动手 OK 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这是中国的革命老传统 我觉得这个呢 劳动课呢 他培养了 他真的不是小孩子的某种技能 就是你在学校里 学学炒菜 学习煮饭 就真的就怎么样了 不是的 而是这个 这种观念 自己要动手的观念 自己要管自己的生活 这种观念 我觉得就非常重要 你像我在美国领养的 这两个孩子啊 他们的自己的能力就很强 从小就自己开始 两个人就是分开啊 就是你分分单给家里做饭 当然开始的话很糟糕 很糟糕 有时候的把东西烧糊了 这种经常有 因为但是失败以后 他们两个就是比赛嘛 啊 这个儿子的这个garlic butter 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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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包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OK 这个女儿也不也不示弱 所以两个就比比比攀比 那么现在大学 儿子这个儿子到 多大学离开了 他就自己一个人做饭吃啊 他可以管自己啊 而且这个女孩子最近也在 自己学这个烹饪啊 自己在学啊 做什么面包啊 做什么蛋糕啊 做什么各种各样的糕点 他都是有谱的 所以外国孩子 他就是动手能力很强 你像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那个时候是没办法 是吧 那个时候是没人照顾 我们从小就很小就开始煮饭了 我大概是 我记得七八岁开始就自己煮饭了 就是煮饭就是就是就是我来煮 炒菜都是几岁就开始炒菜了 因为父母都算吧 父亲不在吗 母亲回来都很晚了吗 那就是我跟哥哥两人 就是哥哥炒菜炒的比较好 我的煮饭煮的比较好 因为我煮饭炒菜 就是这样啊 那么还有就是啊 我觉得这一条很厉害 就是不允许校外教育 就是小孩子上放学 你就回去啊 你不要参加这个校外的什么什么补课啊 什么什么以前在中国的话 这个校外啊 这个课程 那真的是一大生意 巨大的生意 你小孩子在学校里都读不了什么书啊 主要是跑到补习班去读 在校团的时候 就学大家休息 然后下了课以后 那晚上去补 这样的班 那个班 什么班 什么芭蕾舞班 小听听班 电子琴班 钢琴班 芭蕾舞 这个这个这个 拳击什么呃 什么乱七八糟 我多得不得了 那个小孩子说一个课到另一个课一个 真的中国小孩子好可怜的 好可怜的 他没有一点时间自己玩 没有一点时间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全部给这个爷爷来的爸爸妈妈给捆死了 而且爷爷来的爸爸妈妈四个轮着来 轮着送轮着接 你小孩子都被搞死了 啊 这个还是其次的 最最重要的校外教育是 错误的引导了小朋友的这个价值观 这个校外教育的这个对价值观的这个影响 对小孩子价值观不要输到起跑线上 啊 这样的教育 就是谁都要当那个老大 谁都要当第一名的这种教育 出人头地的这种教育 就养成了这个小孩子的 整个价值体系 这个价值体系是在校外教育这个这个造成的 所以我提出了好几次 就是那个广告啊 就是说三个手指叫四个手指等于九根手指 这个非常非常害人 非常非常害人 非常非常残害小朋友的这个智力和发展 他他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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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力 OK 像这样的广告就是误人子弟啊 这样的机构也是为了赚小孩的钱 就是不惜手段 不惜这个遏制小朋友的他的整个童年的想象力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啊 他的政府采取这些充实呢 他确实是在跟江泽民啊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所以说这个教育好医疗也好啊 你说资本主义国家啊 在整个欧洲很多的国家教育都是免费的 收费的也不是说很贵 只有像美国这样绝对资本主义的国家 才叫做教育产业化的国家 他教育才会非常非常的贵 记得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澳大利亚办学校啊 啊 我当时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这个外国学生 那个这个经理嘛啊 这个这个外国学生部出经理的话 我们可以读的内部这个文件 这个内部文件就是澳大利亚的政府在古迹 澳大利亚的教育工业 叫education industry 或者叫教育business 啊education business 教育生意 每一年能够从国外的学生那里有多少收入 而且又允许这些孩子们打工 打20个小时 ok 那又是廉价劳动力 他一举两得 拿了外国廉价劳动力 你赚的钱又去付学费 这首很毒啊 真的很毒了 但是没办法 这个人们为了自由啊 那也只要是任何人都要 都要去走起条这样的这个苦路啊 走出来就是光明大道啊 我也是我也是那么走出来的嘛 对吧 所以在挪威的话 你说医疗啊 挪威的医疗教育都是免费的 当然医疗教育免费可以养很多懒人 会有很多这个 这个 会有很多这个负面的东西出来啊 所以挪威的医疗也是 就是可看可不看的病 他反而是要钱的 轻病反而是要点钱 你比如说 他这个皮肤过敏啊 什么东西啊 我就看看病 他还收你30美金的门诊费 还收你5块钱的这个医疗 还收你5块钱的药费 但是你真的生病了 你被汽车撞了 你得了什么癌症了什么的 那就是免费 只要是真的是医疗一定要管的那些病 在挪威那都是免费 你住院啊什么那都是免费 那自己没有 没有自己 那就是说这个是国家的福利 至于那些能看能不看的 那么你自己要出钱的话 就挡住很多那些 那些去去去去去 到这个医院去开party的 在日本就是呀 很多那个年纪大的 老大的太太 都到医院里去集会啊 每天去医院里看看医生啊 聊聊天啊 然后整同胖聊聊天啊 有的一个星期谁没来的 我可能是死掉了 就变成这样一个局面了 因为日本就是 他是有这个医疗这个保险吗 医疗保险只是第一次有点门诊费 后来就是第二次浮准三次 那个费率就很低很低 所以这些老人家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消遣的地方 当成一个娱乐的地方了 这个事也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挪威他最近的医疗一些改革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所以今天就随便跟大家聊一聊啊 当然我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仅仅是台湾的一位老兄寄过来的一个 一个视频 讲的这个情况 知道情况的这个 有没有啊 这个请你们能够补充或者更正啊 说9月1号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叫秋季入学新规啊 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我讲的这些 如果还有什么补充或者修改 请大家在下面留言 OK 谢谢大家 正经拜拜 啊 对了 对了 就是昨天那个房子的旁边 其实还有一栋 大概不到10万 不到10万 但是那个房子当然就是要差很多 但是也是在那个地方啊 我可能今天晚上去看一看 我就不拍视频了啊 就是告诉大家 像这样的价位的话 在挪威是可以买一个 避兰所 OK 这个意思啊 OK 谢谢大家 拜拜 对了 对了 是的 我们可以订阅一下 安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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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